我小时候就很爱唱歌 常把电视摇控器当麦克风 长大后开始参加唱歌比赛 而经过多年的努力 终于实现了成为全职创作歌手的梦想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召集过去7年参加SGSW的创作者 共同启动SGSW2024 作为一名医生需要强大的抗压能力 而音乐创作可以帮助我减压 我从2020年开始参加SGSW 而终于在2023年获得优异作曲奖 努力的成果赢得了评委的肯定 年轻时为了奋斗事业而搁置了音乐梦 直到50岁才勇敢地参加SGSW 以赋有多元种族严肃的爱情逃兵 赢得两项大奖 证明了年龄不是音乐创作的阻碍 我不顾父母的反对 坚持追求音乐梦想 参加了四次SGSW 2020年凭借祝福你的歌或优异作曲奖 并且在2023年成为SGSW 创作节大使 我从24岁开始就每天往返心满两地 在奔波的辛苦中激发出无数的音乐灵感 经过每日每夜的创作 终于在SGSW 2018和2019连续获奖 实现了音乐梦想 早期我的音乐风格不够鲜明 终于在2017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曲风 并以一首《请你记得我》 获得SGSW 2017最佳歌曲奖 我也因此得到了为电视剧创作主题曲 即为海外艺人写歌的机会 我虽然在剧场工作 但我也热爱流行音乐 在2019年的SGSW 我凭借一首摇滚风原创歌曲《下场》 获得最高人气奖 我会继续用音乐讲述故事 在2020年第一次参加SGSW的时候 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创作者 而之后在2022年以一首和谐的作品 习惯性分手拿下优异作词奖 有朋友和你一起为梦想努力 是件很快乐的事情 大家都到齐了吧 我就是今年SGSW 2024年的创作者大师 各位曾经都在SGSW的创作节 唱响了你们自己的创作故事 在舞台上进行演出 并实现了音乐的梦想 那接下来SGSW的舞台 又会承载着哪些创作人的梦想呢 好 每个人手上都有一片拼图 让我们把它们拼在一起吧 好 好 好 SGSW 2024 我写我的歌 你呢 你每个箭 让世界听见 我写我的歌 我写你的歌 我要舍这些的 através 要做你的歌 大名的永驼